为了支持中型社福机构的创新跟成长 震旦集团陈永泰公益信托举办传善奖 今年第四届传善奖的颁奖 深耕北海岸及台湾偏乡 默默耕耘31年的借会基金会得奖了 为此基金会执行长表达满满的感谢 为了支持中型社福机构创新与成长 震旦集团陈永泰公益信托 在2015年举办第一届传善奖 透过优秀中型社福机构 提供更好的服务来照顾热市族群 今年第四届的传善奖 深耕北海岸及台湾偏乡的借会 社会福利基金会也得奖 为此基金会执行长表示慢慢的感谢 对 借会今年11月进入31岁 那今年也很幸运的 刚好在11月里到了 这个震旦集团的传善奖 那传善奖对借会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肯定 因为它肯定我们多年在偏商的服务 其实除了服务要能到位 整个组织要运作 要经营所遇到的困难困境 我们一步一步这样挑战过来 能够得到传善奖的肯定 是我们觉得非常欣慰的 然后在准备传善奖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就很平时地把我们日前的一些服务 还有我们希望能够在偏商长出一些在地人力 然后在地的专业来符合在地需求的这个愿景 把它勾画出来 借会基金会在偏商的工作默默耕耘于31年 服务挑战从没停过 因应环境的不断变化 相信服务要社区化 才能服务效益最大化 在偏商让在地人力投入照顾的工作 并进一步提升能量 发展符合社区需要的在地服务模式 让偏商的照顾工作稳定 并且永续发展 那过去很少有像这样的一个专业的社会福利团体 来到这边来深耕 那最后从两人前来到这边 希望说能够让我们这边的长者 能够受到更多的照顾 那一路走来 他们非常的用心 那因为我也是本地人 我发现他们真的是 非常的用心的在投入这一块 让我很感动 因为我们在偏商 尤其是在南部的偏商 其实也扎根大概20年 我们知道说只有这个在地人力 经过适当的赔利 然后再加值的 他们的各方面对社区的需求的一些 观察分析跟那个努力的提升 然后发展出真正符合在地社区需要的照顾模式 才能让社区照顾这个网络建构起来 那也才能创造这个永续循环的在地就业机会 建会基金会执行长感谢传扇奖给予机会 去挑战改变并去实践创新的服务政策 以及组织新颖的经营模式 透过参赛的过程也学习服务行销测流规划的工作 借此也提升磨练基金会与社会的沟通能力 记者大平寒 北海岸综合报导 记者大平导